原标题 只能被迫引咎此时 没事可做的蒋介石就回到了老家 在大年三十百的一场玩意 专门感谢了他的警卫部队 在大厦江青之际 还能聚拢在他身边 在场将士无波动容 按惯例 蒋介石在大年初二的时候 登上西口著名的武山庙上香求签 结果一抽就是一个下下签 上面写着 大一失荆州 关公走卖城 蒋介石不信邪 又抽一签 结果又是下下签 上书 困居长百坡 时陷落凤城 蒋介石的手有些发抖 签也应声吊在了地上 两个签字上记录 都是三国时期英雄落寞的景象 这与当时蒋介石的处境十分吻合 蒋介石能连中两签 实在是太玄乎了 而且这还是蒋介石得知蒋介石要来求签 提前做了布置的情况下 但蒋介石还是抽到了两支下下签 恐怕真的是偏意难为 此事也成了蒋介石和蒋介石心中的一个寓解 在他们离开老家时 蒋介石还在日记中感慨 大陆的大好山河已经不再属于他蒋家了 可以说这是蒋介石能回老家过的最后一个年 但境遇却十分凄凉 去台湾后 春节就成了蒋介石最不愿意过的节日之一 每逢过节蒋介石心中都会涌出伤感 想起自己的故乡 1958年的元宵节上 蒋介石还曾在日记中 一起自己少年时的光景 连眼见的建筑和嬉戏打闹的儿童 都记得一清二楚 更显出其在台湾以后的孤独凄凉 不当时有人能窥探到蒋介石的日记一二 估计也是一把辛酸味涌上心头 1975年 蒋介石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 那年春节虽有家人相伴 但当时蒋介石已经病入膏肓 只能卧病在床呢 春节过后仅仅过了两个月 蒋介石就度过了自己人生最后的光景 于1975年4月5日去世 终年八十八岁 蒋介石去世的消息传回大陆 传递消息的人高兴得手辱足道 但毛主席却一言不发 呆呆地做了很久 他让工作人员播放了南宋张元干的贺新郎 宋胡帮横折新州 而且自己跟上 将最后两句词做了修改 改成了军切曲 不惜顾 他与蒋介石其逢对手一声 但终究只能有一个胜者 这也算是毛主席对蒋介石最后的怀念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这也算是毛主席的赢独之一 是毛主席的赢独之一 是毛主席的赢独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